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动员权重的力量建成海洋保护区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今天7月15日上午 政府总理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正 在核内主持召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今年前六个月 政府行政改革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其中减少减化了168项业务规定和近250项行政手续 基本工资已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国减少部企业事业单位33个 国家预算收入达到预计的60%增长了15.7% 范明正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时 对各部委 各地区和指导委员会的努力表示赞扬 同时指出了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不足 范明正总理也对行政体制改革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认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主商方针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 坚持以人民和企业为中心 加强对话及时发现并立即处理所出现的问题 推动信息宣传等等摄取的成果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供应链实现重组的背景下 外国投资者持续将越南视为中长期的重要投资目的地 巨额计划与投资部的统计 今年前六个月 越南线外资形式向好 其中注册资本总额达近15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3.1% 值得注意的是 投资项目质量显著提升 半导体 能源 零部线制造 电子产品等领域颇受关注 外商直接投资资金主要集中在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稳定的人力资源 行政体制改革效果显著的地方 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行业变购交易数量虽然没有减少 有所减少 但是交易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外商直接投资注色总额也增长了61%以上 可以看出 越南房地产市场凭借其稳定的经济增长潜力 通过变购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国投资者极具信力 高速公路 口岸 海港 汽车厂附近的工业地产 以及由主要省市中心地区的零售地产继续限投资者的关注 此外 外国投资者也倾向于在郊区或者临近大城市地区的省市 寻求和收购住宅房地产项目或大型清洁土地基金 以开发综合型住房项目 符合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项目 也是许多投资者青睐的产品 目前 全球穆斯林人口约有20亿 约占世界人口的25% 因此 青春食品市场被评价为前例巨大的市场 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迅速增长 由于拥有许多现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势 尤其是在高科技农业领域中 因此 新宁省正在促进向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的出口力度 读古兰经 在切鸡血之前念安拉茨 这一切都是由穆斯林人完成的 完成宰杀过程后 必须将鸡倒挂 以排出血液 自从这家工厂获得清真认证 这些都是强制性规定 这是穆斯林国家进口货物的强制性要求和规定 穆斯林首先看重信誉 把信仰放在首位 当看到清真证书的标志时 他们就会毫无犹豫地使用产品 在他们的习俗中 我们必须遵守禁令 特别是按宰杀 不虐待动物的程序 人民在切鸡血时 必须根据自己的灵性 禁语并背诵祈祷门之后 才允许使用 目前 新宁省的畜牧业继续从小规模向集中养殖规模转变 以半工业和工业生产模式确保生物安全 应用先进技术 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 旨在瞄准清真市场 目前 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马尔代附等市场 在食品安全方面 鸡蛋在出口前必须松减样品进行收益检查 检查极大的来源 无病农场的情况 每年 穆斯林市场支出约20万亿美元购买清真食品 其中 仅东南亚市场就达到4600亿美元 然而 越南农林渔业产品目前向清真市场的出口仍然不多 主要是原材料和半加工产品 农产品要进入国外市场 特别是清真市场等要求较高的市场 首先要具有竞争能力 第二 要克服技术壁垒 有时技术壁垒也是保护壁垒 第三 要有政府层面的承诺 比如新加坡市场对家禽和鸡蛋也有巨大的需求 但他们要求我们在政府层面承诺 在国内建立兽医监测管理体系和疾病安全控制体系 并与他们签署合作备忘录 才同意进口越南产品 为了增加对清真市场的出口做准备 新宁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厅 在阳明州 新州 新边 州城等地区建立无疫区 这不仅是为了主动预防和抗击疫情 也有助于新宁省乃至越南整个畜牧业产品出口 满足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 红海长期冲突导致年初以来运价持续上涨 直接影响越南出口行业 根据独立海市研究中心的统计 目前从亚洲到欧洲和美国的几额撞向运费 是2021年9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高峰价格的45% 不过亚洲内的运输路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也是越南市业进入潜力巨大 物流便利的周边市场的有利条件 从而降低货物运输的风险和成本 运费上涨以及欧盟和美国订单受到影响 导致这家专门生产和出口腰果的企业 收入下降40% 企业积极在中国 韩国 日本等周边国家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首批发货的积极信号 使该企业决定投资650万美元建造一家工厂 专门为这些新市场加工妖果产品 这些市场距离很近 所以资金周转快 差不多一周到十天 所有现金流都收回来了 所以会优化运营成本 生产以及利润 使其更加稳定 意识到亚洲市场的丰富潜力 这家企业今年上半年也开始打入中国和印度市场 获得二到三个出口订单 这些订单的利润一部分 用来冲抵该公司再输欧洲 输美国时必须与合作伙伴分担的运输成本 今年我们仍然瞄准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密集 年轻人口多的市场 我们优先以越南港口出口价 FOB价格销售 因此客户可以灵活地找到价格优惠的运输合作伙伴 亚洲市场 特别是东北亚市场 都是越南的主要贸易伙伴 与越南签署并参与了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 要想在这些市场长期立足 需要企业有长期的投资策略 清楚地了解消费者的品位和需求特征 企业必须关注消费者口味 使产品设计和形式多样化 同时提高质量 稳定出口价格 另外 我们还利用自贸协定的最优惠条件 来选择出口产品 专家表示 预计到今年年底 集装箱运价仍将持续上涨 由于航运公司专注于开发长航线 以获取高额利润 亚洲内部航线可能会出现拥堵 除了密切关注局势外 企业还需要继续积极推动 寻找新的出口市场 并与合作伙伴协商合适的交货条件 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 根据谷歌的预测 到2030年 越南数字经济预期已经增长10倍 总值达2200亿美元 而人工智能在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人工智能 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也迅速增长 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 在短短8年内增长了8倍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8350亿美元 尽管预测相当乐观 但是谷歌也强调 越南也面临人工智能领域 人力资源和专家短缺等诸多挑战 越南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也缺乏接触专家 并根据市场需求评估 人工智能产品的机会 越南北部山区和中游地区14个省市中 安平省的森林面积位居第五 森林覆盖率大约63% 因此被认为是全国的森林碳汇11 这是保护和发展森林的重要资源 同时也是落实绿色增长国家战略 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各项目标 以及涉嫌灵境碳排放承诺的重要接触 目前安平省正在积极实施森林管理和保护措施 为参与碳信用市场做准备 纳侯自然保护区天然林总面积近1.7万公顷 在当地猛足人民的保护下 原始森林依然郁郁葱葱 郁意盎然 当得知可以出售森林碳信用额的信息时 尽管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但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在保护和发展森林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原始森林凉爽 有干净的水源为人民服务 森林碳对我们有益 我们会继续保护森林的神圣倪 在等待政府出台指导性文件和实施指示的同时 安倍省正在对目前的森林状况进行详细审查 同时根据FSC标准增加大木森林面积的种植 该标准旨在确保原木产品受到控制 并符合环境、社会和经济要求 黄先生参加FSC计划已有两年了 为了发挥大木森林的碳效益 他决定将原计划的4-5年的造林时间延长 等待大约8年才能收获开采 目前我们还致力于实施实相FSC标准 例如森林保护、环境保护等等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科学家发表的数据 例如像那猴这样的森林类型 每公顷面积将提供多少碳信用 然而与其他森林类型相比 天然森林的碳信用额肯定会非常高 此外 目前安佩省以基本形成集中化的森林专耕区 为当地碳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按照有机种植流程 碳回收率将比不应用有机种植 或不参加价值链的技术高得多 这是镇安县的优势 我们将继续开展下去 目前安佩省森林面积超过43.3万公顷 这是向国外市场出售碳信用额的巨大潜在资源 据初步测算和研究 安佩省天然林和人工林一年内可吸收碳总量超过470万吨 截至目前 安佩省已经基本完成森林状况数据库的建设 到2025年 将继续检查碳排放清单 旨在尽快加入越南碳信用市场 政府的目标是到2028年正式运营国内碳市场 接下来我们一起盘点过旭游州的一些突出世界 7月9日上午 在河内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就全国贯彻关于新阶段干部 党员革命道德标准的144号规定 以及关于各级党部代表大会 进而举行越共14大的35号指示 事宜召开会议 国家主席苏林 原国家主席张进创 政府总理范明正 国会主席陈清明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座会议 做出结论指导时 强调将严正且有效的开展落实144号规定 于35号指示的内容 营造全党和整个政治体系的意识与行动 起到明显的转变 提高全社会与民众的认可和信任 应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 通伦西苏里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的邀请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一行 于7月11日至13日 对老挝和柬埔寨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 国家主席苏林与老挝和柬埔寨高层领导 举行会谈 会见和接触 此访为推动越劳伟大友谊 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关系 和越解牧林友好 传统友谊 全面合作 长期稳定关系更加深入 全面和强劲发展 注入新动力 也有助于促进东盟 美宫和次区域和联合国等多边框架的合作 越共中央军委 国防部7月10日在河内召开全军军政会议 评估2024年前六个月军事国防任务的领导工作 并部署2024年下半年工作任务 政府总理范明正出席会议 范明正总理回顾阮副仲总书记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做出的指示 并要求全军贯彻落实三不方针 不掉以轻心失去警惕 不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在处理新出现的问题中不慌乱或拖延 范明正要求全军开展八项具体任务 包括明确国防部的目标任务 履行好党和国家军事国防战略参谋职责 提高战备水平和战斗力 坚决捍卫祖国主权等 7月10日到11日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 在国会大厦召开 本次会议对第15届国会第7次会议进行总结 吸取经验 同时为第8次会议做准备 会议上 国会常委会将审议国会2024年5月和6月民愿工作报告 国会常委会对举行最高监督活动 国会论坛和法律论坛的主张和论坛准备工作等提出意见 两个论坛举办的目的在于继续提高 国会最高监督和法律制定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7月11日上午 政府总理范明正主持召开政府常务委员会与各部委行业和有关单位的会议 讨论北南轴线高铁修建项目投资主张提案 范明正总理表示 北南轴线高铁建设必须保证与现有运输体系的衔接 范明正总理也要求除了立项外 要促进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管理及开发方面的技术转让和智能化 现代化管理 组织人力资源培训 将其与铁路产业和铁路生态系统的发展结合起来 北南轴线高铁全长1541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投资总额670亿美元 11日下午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在政府总部会见了任期届满前来辞行的中国驻越南大使雄波 范明正总理建议双方尽快落实两项高级别联合声明 推动和筹备好两国高层领导人在线会谈和互访 促进铁路等交通运输合作 建议中国继续向越南农产品开放市场 便利旅游签证 关于海上问题 范明正建议 双方遵守两国高层领导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及国际法 尤其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管控好海上局势 使其符合双边关系的新定位 雄波大使对范明正总理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 并强调 任期结束后 无论担任什么职务 将永远带着对越南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回忆和感情 继续为越中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全球著名旅游杂志旅游休闲 将越南富国岛评为世界25座美丽岛屿中的第二名 仅次于马尔代夫 超过了巴黎岛和普吉岛等度假天堂岛屿 据《旅游休闲》杂志的介绍 富国岛是一个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当东南亚的一些海滩正在开发时 富国岛仍然是保留着原始风光与宁静的罕见地方 但这并不意味着富国岛缺乏拥有一流基础设施和私人游泳池的最豪华酒店 继续报道新闻 除了大雨外 许多沿海地区还因热带低气压而出现了恶劣天气 为了主动及时应对自然灾害 各沿海地方已提前做好准备 香港市要障边法司令部主动管理出海船舶 与海上作业船舶和沿海作业小船保持联系 必须时及时组织救援 广平省要求各县市镇立即检查可能发生洪浪或滑坡的地区 并准备部署应对计划 主动疏散人员和财产制安全地点 安排力量输到地下区域 一红道、深水区、码头、滑坡危险区的交通 此前从昨天下午开始 沉添树化以绝对禁止船只出海 包括沙滩船和旅游船以应对热带低气压 越南南中国地区的40%人口靠海洋谋生 各地方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推动群众、投工投劳 全心全力支持并投入海洋保护区建设 平定省规人士人海乡80%的家庭以沿海捕育为生 全乡上下以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水产资源为自己的责任 目前建成海洋保护区一个乡村风貌提升效果显著 六年来 平定省规人士人海乡水产资源保护行动小组成员 定期巡逻检查海洋保护区的地雕 聚焦不文明行为 及时提醒游客和渔民 禁止破坏生态环境 当地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归和沿海水产资源因此得到有效的保护 因得到有效的保护 此处珊瑚密度平均每年增加15% 为水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场所 有效地补充了近海海域的鱼业种类 进一步维护生态平衡 丰富了地方水产资源 旅游业迅速发展 加上水产资源保护行动小组 全力以赴保护海洋环境 保护水产资源 本乡在充分开发旅游的同时 实质高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两步珊瑚礁得到完好的保护 恢复力强 成为了旅客不可错过的景点 目前为止 任海乡规划建设了 面积达10公顷的水产养殖区 人们自愿致力于进行环保式重养和开发 不造成环境污染 13日晚 主题为灿烂银河的2024年 牙庄国际灯光海湾节 在建核省牙庄市举行 其主要活动是无人机灯光秀比赛 吸引来自韩国、中国、法国、阿联酋等国的四支队伍参赛 此次活动不仅是国际性文化娱乐活动 而还是推广牙庄自然魅力、文化和人情 向国际有人推荐一个和平、发展和富有本色的越南的良好机会 牙庄省旅游厅预测活动将吸引当地居民和游客 约5万人自前来观看 在活动举办期间 牙庄市中心各家酒店、度假区客房人入住率达80%以上 此前于12日晚在首都河内2024年河内荷花节 与北部山区各省一乡一村产品与文化相结合 退届会在西湖创新文化空间开幕 今年荷花节期间将举行《荷花的故事》半石井艺术引出 澳大嘉丽与荷花摄影比赛颁奖仪式 保护和发展越南荷花研讨会 西湖创新一乡一品产品推广中心 邓郑公山与其友人音乐晚会等活动 另外北部山区各省一乡一村产品与文化相结合推荐会 吸引全国33个省市参加 展备超一百间展出一千多个一乡一村产品 在越南人的心念中 荷花式纯洁纯真的象征 象征着越南灵魂的气魄和本色 因此越南人一直自豪地对国际友人展现出荷花之美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BTP GO点编 或者下载我们的手机APP BTP GO 明天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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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